医疗单元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新竹台大分院 新竹医院的护理长梁琼芳 梁护理长欢迎护理长 主持人好 观众你好 我是琼芳护理长 非常高兴来到这边 跟大家分享糖尿病的一些照顾注意事项 好 我们也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我们的护理长 那护理长今天帮我们挑的议题是有关于糖尿病 什么是糖尿病 它有哪些慢性以及急性的并发症 还有它平常又如果发生糖尿病的几次并发症 又该如何处置 还有平常应该要注意哪些事项 等一下呢 护理长都会一一来告诉大家 一开始我们就先请教护理长什么是糖尿病 主持人好 主要的话糖尿病它是胰岛数的控制不良 导致它的血糖过高或者是过低 是 好 那一般我们正常人要怎么知道 自己有可能有糖尿病 糖尿病它常见的一些症状会有三高 吃多 喝多 尿多 那若是说它在这段期间体重突然急速的下降 也有可能是一个症状出现 这个时候就可能需要请教到医院到新陈代谢课去做检查 好 那刚才护理长讲到就是吃多喝多尿多 但是可是又瘦很多 那所以平常就要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的变化 健康中了 好 那糖尿病其实我们常常听到 那我们也知道它有一些慢性跟急性的弊发症 那请教护理长什么是慢性的弊发症有哪些 主要的话它还会有一些像眼睛的病变 神经的病变 周边血管的神经病变 还有一个是肾脏血管的病变 所以在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病人的时候就要特别去留意 是 所以是慢性的部分就是眼睛 还有肾脏 还有心血管 所以一般我们说的洗肾患者都有可能就是糖尿病的 它本身就是糖尿病的患者 好 那急性的弊发症有哪些呢 若是说它的血糖过高导致它的铜酸中毒的时候 就是属于它的急性弊发症 那主要的话有些病人会出现到它意识昏迷的状态 所以当家人有发现的时候就要紧急赶快送医 平常就要监测它的服药 药物 饮食是不是控制得很好 好 那会长你有提到说就是平常就要去控制 那这些病人平常要怎么去控制 去控制然后监测自己的血压 主要的话病人他会有一个每日的血糖监测 会测血糖 然后最主要是还有一个是药物的服用 是口服药服用还是打针 胰岛素注射 那现在目前常见的会用比针 那主要的话你每日的血糖监控一定要有确实去做 那常常会发现到病人是很 自己觉得好了他就没有再持续再做这一块 是 好 那请教一下护理长 刚才我们提到脉性脉性的病发症那些有可能是没有按时时间来服药所造成的 那急性呢 急性的话也有可能他一个急性的感染 或者是说他的用药他突然停掉了 有可能会造成很快速的 是 所以我们平常除了饮食部分要注意那糖尿病已经有在服药的病患 这里那个护理长是不是要告诉我们用药有哪些用药的注意事项 如果是说他是每日有规则的服用口服的药物 然后饮食的部分的话 一定要按照定时定量去做调整 那若是说你今天有突然加重了你的运动量 就要特别去注意到当日的血糖是不是有没有很大的起伏 那若是说你有打比针的话 要施打比针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你的餐点要先备好 你不要说打了比针之后餐点还没备才出门去买餐点 这样很容易造成你的血糖过低 那导致病人就有可能低血糖的症状出现 好 那如果说民众自行停药呢 他的严重性有哪些 这一类的病人有可能常会发生到他可能突然的休克 昏迷了 那到医院来我们就会有去检测到 常常他的药是没有吃的 所以家人就要提醒他 是不是观察一下他的灵药 药量是不是有按时在吃 然后再来就是他的比针是不是有按时在施打 那会回诊的时候每三个月 新陈代谢科医师也会帮他开抽血 检测他的糖化血色素跟他的血糖 是不是有在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那听起来糖尿病好像是一个长期抗战的一个疾病 但是也不能轻忽他 好那最后护理长要来告诉我们观众朋友平常要注意哪些 日常生活中 我们的糖尿病有要注意哪些生活的事项 最主要还是饮食药物跟运动 那现在天气变化比较大 糖尿病的病人你要起床或是要出门的时候 希望是在床上你先做好运动之后再下床 不要突然进出那个温差 室温很大的地方 这样很容易会造成你的血管的收缩会有做很大的改变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你要运动的时候 然后你出门的时候要有一张那个糖尿病的提示卡 随时提醒你自己 那你的包包出门的时候也可以背着一些你要禁食的东西 这样子 好所以这些都要特别的注意 然后要随身攜带 好我们非常感谢护理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告诉我们观众朋友有关于糖尿病的相关讯息 谢谢护理长 谢谢 好医疗单元我是刘淑芬 我们下次见